大大學校長方文昌 優勝新能源董事長徐錦翔 優勝處理科技公司董事長舒宣章 簽署三方合作備忘錄 共同推動綠能技術研發專利與人才培育的合作 我們希望在這些方面 不管是叫做企業的獲利方面或者將來 等到獲利的時候開始照顧員工 照顧股工方向 然後對社會有貢獻這一方面再繼續往下走 希望學校能給你們幫助 我們給你幫助你也給我們一些幫助 對大家都有好處 這樣的合作就能長久一些 今天做坦電容資源回收的專利浪語以外 優勝奈米公司進來也積極投入 瘀電池的研發工作 剛好我們實驗室也從事很多瘀電池研發工作 所以說在今天我們也會跟優勝奈米簽訂合約 然後將來我們在產學人才引進 都可以大家互相一起來研究 這是產學合作的亮點 廢坦電容資源回收技術研發的計劃 技術讓給優勝奈米公司來運用 協助業者針對電子廢棄物中的坦電容進行回收 提起其中的金屬資源坦跟銀 這項技術不僅有助於減少電子垃圾 還能高效回收有價資源為循環經濟 開創新局 廢坦電容 人家都說以前是鋁質電容 現在是坦坦那 那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未來在不管是在低軌衛星的開發 或者是現在高階的半導體 甚至是這些車用的智慧車 通通都離不開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很高興跟大約大學有一個很好的計轉 我們優勝集團未來會在中科設廠 希望能夠透過今天的簽約的儀式 向大約大學招攬更多優秀的學生跟人才 齊潘在學校與企業的合作基礎上 攜手推動技術創新 共同建立根據競爭力的永續發展模式 成為產學合作的最佳典範